XX太紧!鲜肉男团被操到缺氧头晕! 鲜肉男团M4被制作人很操,录歌曲录到快缺氧! 徒子一娱乐提供!20180308! 男团M4有四位团员,由陈丽婷、卢焕刚、郑乔义、潘瑞瑞组成,他们即将推出国语EP迷恋,日前录制主打歌《呼吸》,挑战高音域,副歌高达224个字的紧密连续演唱, 让M4直呼这真是之前的震撼教育! 四人喊道出刀心情,他们笑说演唱新歌在录音室唱到快窒息,被操到想下跪求饶,终于出击,心情充满着期待! M4日前进录音室录唱主打歌《呼吸》,制作人量身定制高难度情歌,让中低音的M4挑战高音域,曲风有着浓浓的韩式情歌位,M4说整首歌听来简单朗朗上口,但魔鬼就藏在副歌中,看似简单的副歌旋律就有高达224个字,而且都是要以高音来念。 为求歌曲的流畅度,几乎是一气合成的演唱。 又加上制作人很操,让M4在录音室唱到几乎快窒息,他们表示,歌词与节奏的紧密,几乎很难找到空隙可以大口呼吸,于是好几次大家都唱到曲氧头晕快窒息, 却频频频被喊卡,连出过专辑的卢幻刚都直呼很有挑战性,整首歌足足唱了七十遍才过关。 M4挑战M4挑战高难度情歌,高音域加上紧凑的歌词,旋律,让他们录音到快窒息。 M4挑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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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4。 此外,在拍摄MV时,M4同心大发的恶搞对方,彼此互相吐槽,M4说之前看MV却从没想到是如此的耗费时间拍摄。 新歌MV连拍三个工作片,犹如一部网络微电影,每天至少拍摄十二小时以上,M4笑说阳光男郑乔艺爱睡出零,连日拍MV,让他竟然晃神在拍摄空档打瞌睡,好笑的是打呼声还影响到拍摄现场。 还有拍摄四人跳舞的场景,轮到郑乔艺时,竟忘记出场,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